哇~~ 完全是我喜歡的取向 還有一個裝飾品都非常之不錯 現在整條隧道都沒有人 任大家拍照 好漂亮啊~~ Annyeong! 我是Mira 聖誕節快到了 今天我終於收到一份我等了很久很期待的禮物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就是SK收的節日限量版神仙水 只看那個盒子都超級漂亮 很有節日的氣氛 現在一齊跟大家來開箱 哇~~ 咦? 這次限量版的神仙水 是用Street Art來做主題 整個感覺都超級trendy 好帥啊~~ 大家應該對SK2的神仙水一點都不陌生 我自己都用過神仙水 很多次都用了幾支 而SK2這次的神仙水 就是用節日限量版的街頭藝術來做主題 它就全身加入Street Art的圖案 超級漂亮啊~~ 看上去很時尚 很Stylish 我覺得這次很有新鮮感 之前我也有做過Mirror's Pick的主題 那時候當我看到一些 我覺得是我喜歡的款式的時候 就覺得是我的Style 而這次限量版我都有這種感覺 三支分別都不同的設計 三支都很漂亮 這支是紅色的底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忙就覺得很有聖誕氣氛 我覺得如果聖誕節送這支給朋友做禮物的話 收到個人一定會超開心 然後中間這一支呢 它的設計是最像外面街頭會經常看到的圖案 給人的感覺很年輕 例如我在弘大或者新村那些地方 都會很容易看到這一種的圖案 所以這一種有種年輕潮流感 而最後這一個白底黑字 我覺得完全不同風格 相對起來 這一支看起來會是最乾淨 最舒服 所以三支裡面 我自己會最喜歡這一支 白底黑字 因為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也挺喜歡黑白這個配色 整個感覺給人很乾淨 很有時尚感 簡單得來其實超型的黑白 而且因為大家都看到我的studio 是行一個黑白風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用完這支之後 它可以就這樣放在這裡 還有一個裝飾品都非常之不錯 好 開箱Elipte SK-II的滋液 限量版神仙水之後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時護膚步驟 最重要的一步 因為我到現在 我試用過的護膚品都有很多 但其實有時候懶 我就會選一些重點產品來用 那支SK-II的神仙水 它是水狀全限能精華 透過掌心的溫度 更容易可以讓皮膚完全吸收 如果日常持續使用的話 肌膚效果會更加明顯變好 食等節快到了 想買最新推出 限量版神仙水的朋友 千萬不要猶豫了 因為我除了好用之外 它的包裝也是漂亮到爆炸 大家不覺得如果每日用的時候 看到這麼漂亮的包裝 心情都會好很多 如果我收到這份禮物的朋友 我一定會超級開心 今次這個節日限量版神仙水 真是寵愛自己的最好禮物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歡 Street Art的街頭藝術圖 所以大家看到我平時穿的衣服 都可能是這種比較街頭風 其實韓國也有很多這種藝術風的街頭打卡位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 今天有個任務就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爾街頭的一些圖鴉的地方 我今天要介紹兩個地方 其實都是算出名 總之我自己也知道了很久 但後來我發現 我問我身邊的人 原來很多人都是不知道 首先第一個 就是這裡 尼大 我後面就是尼大 那邊就是新村 Go! Let's go! 好漂亮喔 我覺得這個位置 這條隧道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Tokebi鬼鬼鬼 就是Tokebi和她醜心沙沙 兩個人一起超型地走出來那個地方 其實我之前也有輕輕拍攝 有拍過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就是這條隧道 我真的很喜歡這篇窗 而且因為這個隧道位 很有feel 現在整條隧道都沒有人 任大家拍照 然後我發現這個位置真的不多人 通常人們會經過 但不會停留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拍照的話 真的很容易就會拍照 好 然後我們就去下一個 好相信呢 想來韓國旅行的人 在做research的時候 都一定會看過其中一個觀光點 就是叫做梨花壁畫村 我們現在就是去梨花壁畫村 沒錯 我要給大家看 這裡其中一個最出名的打卡點 就是這一對翼 這一對翼 上當年就是風魔傳承的 就是每個人都在這裡拍照 拍照鏡長龍 為什麼當初風魔傳承的這個壁畫村 完全沒有聲氣 其實就是因為之前太多觀光客過來 這裡其實有很多居民 當初就造成少少少妖民 大概2016年的時候 就將畫作位壞了 就叫觀光客不要來那麼多 除了這一對翼之外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其實它真的是這樣 很隨便地 在小巷裡面會有壁畫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裡的話 真的要每一個角落都要 找到很仔細 你知道嗎 不知不知道 不知不知道我覺得在這裡走一個圈 我現在已經很滿足了 好漂亮啊 它是一個人牽著一隻狗散步 我覺得這麼多的筆管裡面 我喜歡這個 真的很喜歡這些街頭藝術 好漂亮啊 今天真的拍到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如果沒有去特地找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會知道 原來手藝有這麼漂亮的打扣位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